這個烏克蘭戰爭真的打了很久 從去年2月24號開始 目前在資本市場 對外資部分還是在凍結中的 但是在戰火下的烏克蘭 現在到底是什麼模樣呢 我們聽到會覺得說 應該是很多狀況 應該是滿目瘡痺吧 不過我們鄭老師才剛剛從烏克蘭回來 他告訴大家 現在烏克蘭很多經濟 是恢復到7成左右了 而且這個部分 目前旅遊業還是最差 你這次是自駕遊 烏克蘭現在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我在7月20號到7月28號之前 曾經在烏克蘭8天 我先說一下 緣起就是 怎麼會過去呢 對 我從2021年開始 就非常關注戰爭 我在媒體上面講 最多的也是戰爭 過去半年我有機會 Sabbatical 就是訪問研究 所以我就去了德國慕尼黑大學 我選他的原因就是 他很接近戰區 我其實是兩度到烏克蘭 第一次沒有成功 這一次終於成功了 在簽證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一些困難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從前有一個口號叫做 Today Ukraine Tomorrow Taiwan 所以事實上 就是你去那邊很容易被接受 大家也可以有這樣的 所以他們會特別歡迎台灣人過去看 我覺得非常友善 他跟烏克蘭對台灣 其實是沒有搬交的 而且中國的影響力是非常巨大的 好 那我先說一下 所以我從7月20號 我先生說我雖然在研究戰爭 我要進去之前我是忐忑不安 我是非常 對 還是會緊張吧 所有人都勸告你 對啊 不要說家人 而且是私人行程對不對 對 這就是我休假研究的一個 最後的尾聲 好 那我先說 我7月20號 我先從所謂最安全的利沃夫進去 然後後來兩天之後 我到了首都基辅 基辅幾乎每天晚上都有空襲 我去之前一個月 它有70枚的超音速飛彈 跟無人機 跟彈道飛彈 我在7月26號的時候 到了奧德塞 奧德塞是這個 之前也是戰況很激烈的 非常激烈 就是我去了前兩天 它密集轟炸七天 所以感覺上 那你還去 是啊 所以我一路上 我就是非常忐忑的不安 尤其是我這一段路的時候 幾乎沒有人贊成 我問過五個以上的烏克蘭 他們全部勸我不要去 但是每一個階段 你觀察到的都不太一樣 首先我第一天晚上 差不多快10點的時候 到達利沃夫 那一進去的時候 我就非常好奇 這一個戰爭下的城市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首先就看到 很多加油站都開著 然後我快接近車站的時候 你看到車流還是蠻多 燈光還是蠻多 那我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住的那個旅館是Hotel Reviv 是很好的旅館 起來的時候才發覺 哇 車水馬龍 一堆人 一堆車子 這強制軍列嗎 還是本來就這樣 這可能是 這個可能是電線之類的 我的照片不是 然後我後來就到車站 你看這個是利沃夫的車站 你就看到非常多的人 有很多的車 大家最關心的是戰爭 那在這一個禮拜之前 就是利沃夫 因為是所有西方的軍需品 都是從這邊進來 所以它在我去的一個禮拜 十天左右 有七枚的彈道飛彈 那摧毀了它的很多的倉庫 那燒了一大片 所以我一租到車 我第一步就是先去看 那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就發覺 他們其實是恢復得很快 那很多地方都掩蓋起來 那遠遠的我在這裡 就是有狀況的 可能就把它封鎖起來 對 但是你遠遠的還是看到 這邊就是破敗的區域 對 而且幾乎是環色的 全部都是軍事區域 而且它是鏡子拍攝 所以我拍這個的時候 其實壓力是蠻大的 那這個呢 但是然後我在租車的 後來繼續走 就看到這個很漂亮的這個寺廟 你就看到很多人在這邊乘涼 旁邊有很多人在 在小朋友家庭就在這邊遊玩 然後你還看到 看起來好像是歐洲風景區的感覺 這個很漂亮 利沃夫非常漂亮 然後這個呢是 你就看到有很多觀光團 進去觀觀 還有觀光團 對 有觀光團 然後回到我住的附近 哇 這個很熱鬧 非常熱鬧 所以真的不緊張嗎 這就是完全令你很驚喜 因為我第一天晚上就遇到空襲 然後我就很緊張的衝下去 但是我發覺躲的人很少 就空襲警報想 大家沒在躲 對 就很少 這個剛來的 我只有一個跟一個荷蘭的年輕人 有下去躲 好 然後接下來 他在幹嘛 繼續示範 很多人 因為他們有很多的主義 去應付這個已經一年半 躲過幾百次的戰爭 他們如果聽到聲音 他們在網路上面 有各種預警系統 我之後會說 他的Telegram會特別的告訴 這是哪一種的飛彈過來 如果是無人機 幾乎全部會被攔截 如果是群役飛彈或彈道飛彈 就不會窮緊張了 都已經分內分好了 對 我之後還會再嘗試說 然後我 這KEEP 第二就是兩天之後 我來到基辅 這個也太熱鬧了吧 對 這邊有很多觀光客 那這裡就是他們的自由館廠 你自由館廠你就發覺 這個自由館廠 是他們這個革命的中 你看到人非常的多 對 然後自由館廠旁邊 就是他的聂伯河 聂伯河旁邊 你看到人這麼多 然後我再從這個角度看 這是一個 這個就是聂伯河整個的 人非常的多 對 已經到了擁擠的程度 好 我搭了Uber 搭了兩個Uber 你看到四周都是車 對 其實是塞車的 在基辅是塞車的 這個是晚上七點半 我要去覆一個約 覆一個晚宴 你就發覺 哇 車流也是非常多 晚上七點半 然後我們再接著 很快看一下 那我最忐忑不安的 是到奧德莎 因為之前聯繫 新聞報過好多次 對 然後你在路上看 他的公共建設是非常好的 五個小時 他完全沒有霧點 我從基辅到 到這個奧德莎 完全沒有霧點 然後旁邊是非常豐富的 這個 他的土地非常肥沃 你看這個 稻草非常的多 然後到了那邊的時候 他跟另外兩個城市比 真的比較稀疏 但是他的市場在開著 你看外面的人流都有 然後最主要的 我想再稍微交代一下 這個是奧德莎被轟炸最有名的 這幾百年的東正教教堂 那這一大塊完全被轟炸 但是剛剛主持人有說在海灘上面 那奧德莎是不是烏克蘭 是大俄羅斯地區最高檔的地區 那注意看這個海灘看起來不怎麼樣 這海灘都是私人海灘 私人的高級俱樂部的海灘 所以都用鐵絲網圍起來 像這個就是他的俱樂部 所以你可以看到奧德莎其實是 就是大俄羅斯地區 包括烏克蘭地區裡面最高檔的 文化中心 影益中心 還有度假中心 那這個地方被摧毀 但是這個地方的人也非常平靜 就我第一天來的時候 遇到空警 就是習慣成自然的 然後我就有點 就是說疑問說 大家關起來我去哪裡吃飯 那個服務員就跟我說不用擔心 5到10分鐘或20分鐘 他們又重新開 就警報過的時候 他們就會重新開 我當初只是在預約上面 訂的時候半信半疑 到底通不通 後來我改了好幾次機票 都在Omio上面 那你就發覺網路都通 然後我去了之後 很少看到斷圓產壁 大面積的破壞 我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這戰爭過了一陣子 然後事實上 烏克蘭已經占散風了 烏克蘭已經占散風了 然後烏克蘭的土地面積 是我們的16倍大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們的空襲什麼 已經有一個規律了 通常是半夜 凌晨1點到5點是最多 因為他希望達成震懾效果 可是各個城市 基本上都有防空系統 所以基本上被那個的機會 就被擊中的機會不大 重點是我們台灣可以怎麼學習 對 我想分一個就是事前 那事前的話 第一個當然我們都要和平 所以我們不招惹不挑釁 第二個就是說 烏克蘭已經有非常好的防空系統 它除了舊式的S200 S300之外 那個愛國者的飛彈系統 是非常零的 你看那個計程車司機 還有我躲炮彈的那天隔天 問了好多人 我看大概去躲的比例不到10% 那當然要有足夠的準備 那不是最慘的時候過去了 是的 他們開始有信心了 而且在戰火當中有一個規律性 然後呢 所以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有很多東西我們可以學 第一個呢 這個是避難所 這個避難所我沒有拉到 這個在基辅有上萬的避難所 你如果拉開會更多 好 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有非常好的防空系統 你看到沒有 這個就是一開始 它的這兩個是戰爭區 好 然後一開始這個地區也有警報 這可能是半夜12點 那然後開始慢慢的往基辅走 這可能是凌晨一兩點 然後最後呢 是全部都有 每天的警報都不一樣 所以它透過警報系統 它隨時在警告你 像我去Odessa 那第一天我就遇到兩次 然後後面還有Telegram 上面會伴隨著國防部的分析 這一次的飛彈是從北邊的邊界 還是黑海 然後是巡弋飛彈 還是彈道飛彈 還是超音速飛彈 還是無人機 所以有經驗的人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台灣要學的 比如說我躲炮 炮彈 我 因為我們是外人 所以一去就非常緊張 我去基辅的第二天晚上 我碰到 然後我非常緊張 所以這什麼 這受傷了 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衝出去 然後我就受傷了 然後你注意看 這個地下道裡面躲的人 差不多不到十個人 可是這個地區起碼可以涵蓋幾百人 然後我到去Odessa的時候 我就特別找一個高樓的地下室 因為這樣我就不必跑出去 但是你看那天警報牆的時候 只有一個人跟我待在裡面 外面有兩個Family 所以這個旅館裡面起碼也有五六十個人 但是大概不到十個人再多 好 那我們最後下一個結論 基本上個人在理財的時候 假設你是富豪 那你當然會避險 然後你當然也會在軍火什麼 有一些投資 另外一個就是 我也問過一般的平民 假設你只有幾千萬或更 那你注意到烏克蘭的情況 他們的房地產並沒有大跌 不管是基付或者Odessa 都沒有大跌 基付甚至還微微漲 另外一個 你看他的經濟增長 就是2022年的時候 負35% 但是所有人預估2023年 他的經濟增長的應該是1%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我們努力準備好 打贏最初的幾個月 那我們如果有辦法跟烏克蘭一樣 我們守住了 然後我們的信心建立了 也許我們的房地產也不會大跌 我們的經濟人 難可以從災難當中恢復 所以大家在面對未來的時候 就是要勇敢 好 我們今天謝謝上主的來賓 真的不管從政策或經濟面來說 就是我們要做好準備 然後保持信心 那麼AI這個趨勢是不變的 現在目前很多的 我們剛剛提供了很多 包括基本面 財報面的價值 還有操作面怎麼樣來做 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好地反覆來複習 下個禮拜操作一切順利平安 一起加油囉 拜拜